我们来看第三小节 超前知乎及预加固施工技术 这节分为三部分 说一下考试的情况 小导管和管棚考过选择题 以前小导管也考过案例 涉及了一点点 只要求大家大概其知道工艺原理 推荐的人背一下 第二部分 深孔柱江 我的建议是看看就行了 我们来看书上的第二段 根据地质条件 地下水状况 施工方法及环境条件等因素 地层超前预知乎 预加固可以采取小导管柱江 或者叫超前小导管柱江 也可以 其实差不多 深孔柱江 还有管棚知乎 这三种 如果要考这个名字的话 他会把这个迷惑性的选项出的 非常的直白 非常的另类啊 比如说降水啊 比如说直水和墓啊 一看都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 超前加固 不仅仅这三种 还有其他的 咱们书上写三种 我们就按三种掌握 我们来看第一种 超前小导管柱江加固 这个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过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在开挖之前啊 往这个斜上方 有一定的外插角啊 往斜上方打入这个什么 钢管 钢管的端部呢 开孔 然后呢 先钻孔 然后呢 压入钢管 钢管端部开孔 然后呢 往钢管里面注这个水泥浆 让这个水泥浆呢 渗入到围炎中 等到凝固了之后呢 就类似于变成水泥土了 对吧 增加无盐的自承重能力 起到这个作用 就像这个一样啊 它挖开之后 颜色发青 这两张照片是青岛的一个同学 送给我的 还不错 对吧 小导管呢 因为在咱们城市里面 区间隧道的施工 如果采用按挖法的话 用的很多 所以这部分呢 对大家的要求呢 就多一些啊 关于小导管啊 还要说这么几个细节啊 第一个就是 这个小导管呢 它只是在咱们上半部分有啊 因为它只是加固上面的维研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它要有一定的外插角 像我们前面有一节案例里面 给大家介绍的 它是5度到15度 有一定的外插角 因为它要加固上方的维研 那么第三个就是 这个小导管就不拿出来了 永远的放在里面了 挖开之后 随后就是 做出支了 立钢工架挂网 喷空凝土了 就不拿出来了 还有一点点 就是曾经谈到这个纵向大街长度 是沿着隧道的方向 是这个这个距离啊 至少是一米 因为小导管是有外插角的 所以它并不是沿着小导管的方向 是沿隧道的方向 大街长度至少是一米 多说一点点啊 这个地方呢 它还把这个什么 掌子面给封闭了 主要是 你这个珠江的话呢 有可能僵硬会回流 听听就行了 前面说的啊 小导管呢 只在咱们的开挖的上半部分 对吧 还有呢 大街长度是一米 要有一定的外插角 这个大概其实还是要知道 还是要知道 我们来看书上 技术要点 二零板教材的一百七十页 技术要点第一条 超前小导管应沿隧道 巩步轮廓线外侧设置 那肯定不能设置在内侧 你设置在内侧 会影响咱们什么 出支的位置啊 会侵占什么 隧道的进空 所以啊 巩步轮廓线外侧设置 根据低层条件 可以采用单层 单层的多啊 双层超前小导管 还有第二条 超前小导管应选用什么 直径是四五分的 咱们书上写的实在是我没法接受 就是很常规的焊接钢管啊 或无缝钢管 书上写那个水面器管 我实在是 当然咱们这个专家经验很丰富啊 我估计我看这个样子 写这能写出小导管用水面器管的这个年纪 专家年纪 已经很大了 多大不可预测 直径是四五分啊 焊接钢管或无缝钢管 长度大于循环进尺的两倍 一般情况下是三到五米 也就是说他这个循环进尺 大概齐在两米左右 对吧 具体长度直径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还有第三条 超前小导管从隔山的腹部穿过 这个 还有第三条 超前小导管从隔山的腹部穿过 啥意思啊 这个隔山钢架 这个隔山的话呢 可以是行钢啊 加热啊 我把它这个 搬弯了 也可以是用钢筋啊 也可以用钢筋啊 钢筋绑出来 焊出来的这种隔山钢架 当然了 这个隔山钢架也就不拿出来了 随后还要喷混凝土 把它喷平了啊 对不对 把隔山钢架全覆盖了 也就是说 隔山钢架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驱良的意思 小导管呢 它除了是铸浆加固之外 它自身呢 也可以啊 怎么说呢 自身也可以 起到一个什么 加固无言的作用 因为它毕竟是钢管嘛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小导管部分呢 就相当于一个弧形的板一样 所以呢 它是从隔山的腹部穿过 后面 后端支撑在已经架设好的 钢阁山上 并什么 旱上 旱街牢固 你住完江之后呢 往往用一个塞子 还得把它塞上 不然江也不是回流了吗 前端看顾在地层中 前后两排小导管的水平支撑 大街长度 准确的说是沿隧道方向 就这个 这个 沿隧道方向的大街长度 不小于一米 咱们书上一直不改 说水平支撑大街长度 也能说得过去啊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改过来 而后面 看第五条 小导管其端头应封闭 并做成锥撞 方便施工啊 对吧 尾端设钢筋加强钩 因为你要焊上 管身 准确的说是管身端部 前半部分 才有 后面是不开孔的 管身梅花形布设 六到八的一江孔 梅花形布设 柱江的更为的均匀 后面第六条 超前小导管加固地层时 柱江江叶根据地质条件 并现场实验确定 根据江叶的类型 确定合理的柱江压力 和选择合适的柱江设备 后面谈到了柱江的材料 这个 把它背一下 普通水泥 改性水玻璃 水泥水玻璃 双江液 还有超系水泥 这四种 具体我就不解释了 后面还写了 江液的要求 什么 不建议看 直接删了 第八条 柱江的要求 柱江的要求 这个半括号一呢 我把它分开了 柱江供应简单 方便 安全 根据土质条件 选用柱江供应 沙卵石层中 采用 这个地方呢 其实和前面的 被动土加固那部分 我们是不是也说了柱江啊 这个其实差不多的啊 对吧 无非是方向不一样 被动土加固这个柱江呢 是往下钻眼 下柱江管 对吧 它是往斜上方 打着柱江管 并且擦着柱江管 它不拿出来 其实是一样的 书上写的和规范不太一致啊 所以我只建议大家 知道这个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是对的 并且还专门配了一个案例 后面的由于写的不太一致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地方呢 它就这么愣啊 这么非要考试啊 沙卵石层中采用什么 渗入柱江法 柱江压力低一些 对吧 防止地面的隆起啊 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 浅卖隧道 其实离地面没多远啊 三四米也都有啊 甚至还有更浅的 沙卵石地层中采用渗入柱江法 沙层中呢 应该是批裂柱江法 咱们书上写挤压渗透柱江法 好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一口试了 一个细节性的东西 那出题的都是专家 他不会出一些这个 常识性逻辑性的不对的地方 黏土层中采用批裂电动规划柱江 或者就是前面的 前面叫个什么 电动化学柱江是吧 一样的 而后面 后面柱江顺序 柱江压力 柱江速度 监测项目 这个还没考过试啊 这个的常识的情况和前面 他们已经考过的东西呢 是类似的啊 所以还是要求大家知道 要小心一些啊 要小心一些 柱江的顺序由下而上 间隔对 其实对称不对称 不用太过分的讲究啊 间隔要知道 自下而上 间隔对称 他还防止串江 你在 这个孔里面住 对吧 这个管里面住 过一会儿呢 在 在旁边 这个孔里面住 那么这个江液 有可能会从刚才 柱江那个孔里面又冒出来啊 又回流回来 叫串江 间隔对称进行 江陵孔位应怎么 错开啊 还是说的一回事啊 又说一遍 江陵孔位错开 交叉进行 就是为了防止串江 还有柱江的压力 我很少要求大家背书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概其实还是要知道 柱江压力过大会引起地面的隆起 会造成管线的破坏啊 所以第三条 第三条 他写了一个什么 渗透柱江法柱江的压力 对吧 他都 劈列柱江没写 所以我只要求大家知道渗透柱江法 渗透柱江法柱江的压力 注入压力保持在0.1到0.4兆帕 其实这个 这个数已经不小了 已经不小了 兆帕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单位了 0.1兆帕 0.1兆帕可以把水打10米高 后面 柱江中压应由地层条件和周边环境控制 要求确定 一般不大于0.5兆帕 都是什么 不能太大啊 当然也不能太小 对不对 太小的话 柱江效果就差 不宜大于0.5兆帕 后面 没孔吻压时间不小于两分钟 后面又来 劈列柱江法压力大于0.8兆帕 劈列柱江法呢 我个人没有前面渗透柱江法要重要 这个数你要是 没时间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看 除了柱江压力之外 还有柱江的速度 柱江速度不应大于什么 一分钟三十升 后面 监测项目 柱江期间应进行监测 监测项目有什么 这个要知道 地面的龙旗 开挖会引起地面的沉降 对吧 单纯如果说柱江的话呢 他要么地面不受影响 要么是龙旗 地面的龙旗 不能写龙尘 还有地下水污染 因为我们柱江 你都是住到维延里面的 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地区 说白了 你这个柱江也住到地下水里面了 这个江压最后跑哪里去了 有的时候都搞不清楚 对吧 地面的龙旗 地下水的污染 后面特别要采取措施 防止柱江江液溢出地面 或超出柱江范围 防止污染 咱们书上呢 还专门配了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的第二问和第三问呢 要求大家好好看一看 常规情况下 咱们这个案例都是每一小节的最后 给你来个案例 只有这小节这个案例跑中间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这个小导馆 馆棚是分开的 后来18年 要才改了之后 又把深恐珠江再加进来 把它合起来了 案例也没怎么看 往这一按就完了 这个案例呢 在以前 考这个 按挖隧道的时候 没考过 还没有被防写过 没被模仿过 所以这个第二问和第三问要知道 我们一块来看看 某工业管线 按挖隧道 长三公里多 断面尺寸是三米多 乘以两米多 埋身三米五 隧道穿越沙土层 沙利层 局部有浅层治水外 无需降水 承包方 A公司通过招标 将穿越沙利层的 400多米隧道开挖机之户 分包给B公司 B公司根据A公司的师祖 进场后由工长 向现场作业人员交代了 施工作法后开始 这对吗 就是工头啊 把工人叫过来说说 开始干了 这个第一问我没有选啊 后面我会说 就是交底啊 交底都要什么 书面交底 签字还要归档 后面 施工中 B公司在距工作井48米处 就树井啊 树井挖了48米啊 发现开挖面 沙利层有渗水 并且土质松散 有塌方隐患 要塌 B公司向A公司汇报 经有关人员研究啊 决定采用小导管 超前加固措施 好吧 这么做也可以 B公司采用P列柱江法 沙利层的话是什么 这个沙利层 跟沙卵石层是一样的 对吧 什么渗入柱江法 P列柱江法压力过高 对不对 采用P列柱江法 根据以往经验 确定柱江量和柱江压力 这是不是也不对啊 应该是根据什么 实验 根据实验来确定 柱江量和柱江压力 所以由于采用了 P列柱江法过高的压力 那地面要怎么着 柱江过程中 地面监测 发现有地表隆起 然后呢 A公司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 协助B公司研究解决 这还有啥 还有啥好研究的 后面之前部门在工程施工前 进行例行检查时 发现A公司项目工程资料中 出支资料不全 部分资料保留在B公司中 这个看看就行了 我们直接来看第二问 B公司采用P列柱江法 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采用什么方法 哪些经验可供选用 这个案例呢 没有随着教材改 不正确 因为什么 先写依据 因为你是沙利层 对吧 采用的是渗入柱江法 不采用P列柱江法 人家这个案 以前的案例 其实有的时候 写的还蛮讲究的 写的还蛮讲究的 因为是依据写出来 结论写出来 渗入柱江法 不能够P列柱江法 江业 他说水泥江 水泥沙江 这 这就不对了 对吧 应该是什么 我们把前面的思量都写上就完了 用的最多的是水泥江 因为简单 后面第三问 分析柱江过程中地表隆起的主要原因 给出防止地表隆起的正确做法 这个答案给的就不是太完美 不是太完美 原因是两个 我们都要说出来 第一个不能够凭经验 第二个 P列柱江法 压力太大 对吧 我们来看他给的这个答案 柱江过程中地表隆起的主要原因是柱江量和柱江压力 可以写 这两个都要控制 对吧 柱江量柱江压力过大 不建议写什么控制不当 不准确啊 我这个字写的真丑啊 以后再不写字了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各位啊 字写的很烂啊 尤其是我还得随便画一下 对吧 柱江量和柱江压力过大 或者写采用P列柱江法 柱江量和柱江压力过大 还有 根据以往经验也不对 正确做法 正确做法是采用深入柱江 通过实验确定柱江量和柱江压力 这两问我觉得有参考的价值啊 有参考的价值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啊 好我们来看后面啊 深孔柱江 也叫超前深孔柱江 深孔柱江呢 这这个图看着 也看看不明白是吧 看这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一般情况下深孔柱江呢 它是大断面的 比如说啊 用吸地法 吸压地法 施工的时候 那么深孔柱江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 它的柱江范围更大 小导管呢 它只有三五米啊 柱江的范围有限 如果说土质情况 比较差 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柱江 小导管可能就做不了了 另外一个就是 小导管是在斜上方 对吧 那么深孔柱江呢 它把掌子面这部分呢 也柱江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西压地 你西压地 前面先用吸地法 对吧 先做一部分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是不是也要加固啊 对不对 它把掌子面也柱江了 就像这种一样 掌子面也有柱江孔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一般情况下 它柱江管是要拿出来的 它这个孔 比这个小导管要长 柱江管呢 也是 其实就是绣法管 深孔柱江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 知道它是个 八概其实是什么就可以了 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 所以教材上的内容呢 做一定的删减 并且呢 个别地方大概看看就行了 我们来看第二条 柱江孔的孔位 角度 深度 偏差符合规范的要求 还有柱江段的长度 要综合考虑地层的情况 地下地下水的情况 钻孔设备的工作能力啊 一般情况下是多少 10到15米 并应预留一定的 纸江墙厚度 纸江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段啊 彭卫宁这段不住江啊 防止这个江液回流的 叫纸江墙 后面第四条 江液的材料和类型 综合考虑地质条件 住江液以后 滴下水 又又又写一遍 周围环境及效果 要求等因素 经现场的 现场实验确定 后面又写了 机道内珠江孔 按设计要求采用全断面啊 就说长的面也有啊 半断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半部分有啊 下半部分没有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全断面半断面的方式不设 并满足加固范围的要求 扩散半径 根据珠江材料方法 地层条件 经现场珠江方法确定 还有第六条 根据地层条件和加固要求 深孔珠江可以采取什么 前进分段 后退分段 其实就是绣法管啊 也叫管中管啊 最外面呢 是一个什么 PVC管塑料管啊 两端是香蕉套 钻孔 然后把这个给压进去 这个PVC管 在珠江的地方呢 开孔 外面有一个香蕉皮套 是防止江叶回流的 这一柱江的话 江叶可以往外面走 它回不来了 对吧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个内管 那么内管也有密封圈 然后密封圈中间的这部分呢 是我们珠江的孔 我们可以在 有外观 橡胶套的地方 进行珠江 对吧 可以在不同的固定位置 进行珠江 江也不会回流 所以他才可以什么 前进分段 后退分段 听听就可以了 咱们书上还给了一个表格啊 前面我都 统统删掉 实在是 不是太建议大家看啊 后面 钻孔按先外圈 后内圈 好吧 跳孔施工的顺序进行 第八条 珠江未达到设计要求的区域 应采用钢花管进行补珠江 一般情况下就是小刀管 确保珠江效果 还有珠江结束后 要进行效果检查 确认符合要求后 才能够开挖 浏览一下就行了啊 第八条又写了什么 单孔结束标准 全段结束标准 我直接删掉 不太紧 因为什么 深孔珠江呢 在咱们城市里面用的不多 用的不多 只是极个别的 一些大段面的开挖 可能会有所使用 所以我判断这小节应该 我觉得应该不会考试 应该不会考试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种 管棚 管棚是什么意思呢 在开挖之前啊 我在上方 轮廓的上方 转孔 压入这种粗钢管啊 压入这种粗钢管 钢管后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钢拱架啊 可以是行钢 也可以是让这种钢筋做成的 钢拱架 然后把它打上混凝土 那么管棚的原理主要是靠什么 钢管 钢管里面还要灌水泥浆或水泥沙浆啊 需要大家知道这么几个地方 第一啊 就是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原理主要是靠这个钢管的钢度 把上面的围岩给架住 那么在开挖的时候 后方是一个钢拱架 前方呢 看过在围岩里面 那么是不是相当于在一个棚子下面挖土一样啊 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管棚 这个棚子是由钢管组成的 叫管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管棚也不拿出来了 所以这个造价就比较高啊 造价比较高 那么管棚之户呢 主要是用在地层特别差 对地表控制要求严格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洞口 这是竖井 对吧 压入这种钢管 钢管呢 也是一节一节的 一节一节的 这两个呢 肯定是公路或铁路专业的照片啊 在洞口段 对吧 在洞口段啊 做管棚啊 咱们公路和铁路专业 洞口段呢 基本上都做管棚啊 做管棚的很多很多啊 在城市地铁里面呢 我感觉只是局部啊 某一段 某一部分可能有可能会用到管棚 你看他这个眼还编号了 对吧 编号啊 然后那个钢管呢 也是一节一节的啊 压入一节 然后再雕装过来一节 再把它焊上 大概去知道它的供应就行了 一部分的钢管 这个图片上一部分的钢管是开孔的 一般情况下是跳孔的钢管啊 错一个开孔 开孔干什么呢 往里面灌这个水泥浆啊 起到加固无盐的作用 把水泥浆压到无盐里面 那么不开孔的一般情况下 为了增加钢度呢 呃 它里面灌的水泥沙浆啊 听听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书上啊 第一部分结构组成的适应条件 首先是结构组成啊 看看第二条 管棚是由钢管和隔山拱架组成 钢管入头端啊 做成什么 尖削状啊 方便压入或歇形都可以 沿着开挖轮廓线啊 以脚小的外插脚 因为从管棚的原理来说 它并不是以加固为盐为主 它是靠这个钢管自身的刚度 来控制地表的沉脚 所以它的外插脚不要太大 当然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 它外插脚比较小 一般情况在两度啊 两到三度的样子 因为如果你是没有外插脚的话呢 开挖多少都会有点变形 对吧 管棚一变形的话 会侵入咱们隧道的界限啊 会影响后续工序的施工 所以一比较小的外插脚 它比这个小刀管叫小得多 小刀管你必须是筑浆 对吧 要有一定的范围 所以它是5度到15度 一脚小的外插脚 向掌字面前方 辐射钢管或钢插板 好吧 末端支架在钢拱架上 形成对开挖面前方五颜的预知乎 后面第三条 管棚中的钢管按设计要求 进行加工和开孔 不是全开孔的 管内应灌注什么 水泥浆或水泥沙浆 开孔的一般是灌水泥浆 不开孔的水泥沙浆 目的 提高钢管自身的钢度和强度 以控制地表的变形 对吧 第二部分 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 第一条写了一堆 怎么考试呢 就是对地层变形严格要求的地方 这适用条件的第二条写的更常规一些 这个还是要看看 要知道 第一部分就是穿越部分 穿越部分 上面有个东西 有个铁路 对吧 还有穿越地下和地面构筑物的 第二个修建大断面地下工程 个别情况下 比如说咱们的 住洞法 洞装法等等这些 也有可能会用到 还有就是隧道洞口段 竖井码头门的地方 有的时候可以采用管棚的方式 当然 也看这个实际的情况 后面通过断层破碎带 土质特别差 后面特殊地段 特殊地段呢 就是对地层变形有严格要求的 比如说大跨度的地铁车站 文物保护区域 什么河底海底 好吧 看懂了就行了 看懂了就行了 以前我记得 好像似乎大概考过管棚的试用 后面第二部分技术要点 首先是施工流程 这个就简单一些 测放孔位 钻移旧位 钻孔 对吧 压入钢管 这个钢管 它是一节一节压入的 一节一节压入的 因为什么管棚长的十几米呢 你整个十几米钢管不太好操作 对吧 压入一节 然后呢 把它后面一节掉过来 把它焊上 然后筑浆 钢管内和周围土体 它为什么要向周围土体呢 就是钢管开油眼 它不然怎么能 然后封口 本身工艺比较简单 而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施工的一些要求 这个呢 考选择题的时候 往往和这个小导管的工艺要求 拿在一块 让您去挑 问您这哪个是小导管的 哪个是管棚的 管棚根据地层情况 施工条件 环境要求选用 符合下第一个 选用加厚的什么 80到180的 一般是焊接钢管就够了 无缝钢管太贵了 书上写 焊接钢管或无缝钢 也可以 它这个比小导管 是不是要粗得多 对吧 后面一般采用什么 108乘以8的钢管 好好 看看就行 第二条 钢管的间距 根据知户要求 和变形予以确定 一般情况下是300到500 还有后面 双向相邻管棚 这个写了个双向相邻 个别情况下 有可能比如说 小范围的 我弄一个十几米的管棚 就就做一个 有可能 他这个意思说 做完管棚之后 挖开之后再往前 再做管棚 双向相邻管棚 搭接长度不小于3米 这里只谈到了搭接长度 没说这个管棚 多长的 这管一共多长的 对吧 因为是可长可短 小的 短的 六七米 长的十几米 都有 所以他就没法写 比如说6到15米 这没法写 搭接长度给了 不小于3米 后面 为增加管棚的钢度 根据需要在钢管内灌什么 水泥沙浆 混凝土 还要放羹泥笼子 哪要放羹泥笼子 这个管就很粗很粗 看看就行了 第五条 钢管或者半括号五 钢管一沿隧道开挖轮廓线 纵向近水平方向 就是外插角 很小的外插角 或按纵坡要求设置 后面第四条 钻孔顺序由高位孔向低位孔进行 直径还略大一些 好吧 我觉得口的可能都很小 顶进过程中 用侧鞋仪控制上扬的角度 然后顶进完毕 对每根管进行轻孔 第六条看看 安装前要竹孔 竹根进行编号 有的是开孔的 有的没有开孔 还有 按编号顺序 接管推进 不得混接 因为这个接头是互相错开的 这都是有讲究的 第六条我觉得要知道 其他的第七条就不建议大家看了 那么这小节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小节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